後面 一身白運動裝 穿外套 戴口罩 頭低到不能再低 他就是一號在板橋玉米街 犯下強辱 滷肉犯千斤的男子 差點遭人強行爐走 一身黑衣的何姓女子 在住家的巷弄內快跑 還時不時的往後看 就像在防範什麼人 因為他在家門前 差點就遭人強行爐走 警方調查發現 嫌犯竟然是店內常客 前兩個月以前都有來過 就是來這裡吃的客人 他要跟他搭訕 搭訕沒有程 企圖擄人的 就是這台白色轎車裡的嫌犯 犯案前一天還到現場勘察地形 警方追查發現 兩名嫌犯先到新莊區租車 再到巴黎的偏僻地點 偷換廢棄車的車牌 再到板橋勘察地形 確定千斤的行蹤後 隔天下手擄人 警方5號晚間 巡線逮住兩名嫌犯 涉案的42歲何姓主嫌公稱 是因為暗戀千斤想要告白 才一時衝動 找來同貨搶魯前進上車 警方對核心嫌犯的說辭 持保留態度 訊厚以妨害自由 傷害及竊盜罪嫌 將這兩名嫌犯移送法辦 只是追求不成就魯人加工犯案 不僅因緣夢碎還換來牢獄旨災 記者是溫錢 謝耀珍 梅凱婷 新北市報導 想要 寫 站下手 帳 谢谢大家